日前在轻轨平面站就发生有民众将装满现金的包包 遗忘在站内的座椅上 还好被巡逻的淡海捷运警察发现 及时通报并且送回了施主的手中 联系民众就向警方表示 背包里有20万的现金是要缴贷款 还好找到了 淡海轻轨人来人往每天都有许多的民众搭乘 不过日前在轻轨平面站就发生 有民众将装满现金的包包 遗忘在轻轨站内的座椅上 还好被当时巡逻的淡海轻轨警察发现及时通报 并且送回施主的手中 才没有让这位灵性民众损失大笔的财物 他们本分队同仁过去查看 打开袋子发现里面有一笔现金 然后立刻就是通知 就是通知查询资料 然后通知那个施主 打电话给施主的时候 那个灵性失足正好在我们那个主委拍所报案 然后当下通知他 然后请他到那个请这个灵性失足 到轻轨捷运红树林站的部分去做 旅客中心的部分去做招领 去做领回的动作 警方表示当时远警在淡海轻轨沙轮站巡逻时发现黑色包包遗留在站内 没有人拿取经过查看 里面有20万的现金以及灵性民众的身份证 警方立即联络 终于找到失足 由警方与灵性民众相约在红树林捷运站 并且由北捷战务人员开立以失误领聚 清点无误后领回 这个灵性失足 当下跟我们同仁反映说 表示说 袋子里面的这个现金 是要缴防贷用的 他非常开心的 就是找回来这个带子 警方说灵性民众向警方表示 该遗失黑色的包包内有现金20万元 是要用来缴纳贷款使用 弄丢当下非常紧张 后来接到远警来电十分欣喜 并且对于远警如此积极处理事情的态度 为民众服务的乐成表示非常感谢 而捷运警察也提醒民众 搭乘轻轨务必注意随身的物品 别遗留在站内或者是车厢 记载许多万一 带是采访报道